2022年最新奧特曼的變身器 不用998 不用288 只需把奧特曼的頭給扭下來就能成功變身 本體竟然還是一台遊戲機 這究竟是道德的淪喪 還是人性的扭曲 歡迎收看 Yo 我是安仔 回想前一段時間 我也是給觀眾朋友們帶來不少奧特曼的遊戲機了 中古遊戲機 黑科技的遊戲機 多多少少都給大家介紹過不少了 可本期的主角卻是一款國廠的奧特曼遊戲掌機 你們放心啊 但凡是我拿出來的 就肯定不是那種簡簡單單的換皮山寨貨 那這款掌機到底有什麼來頭呢 這款掌機的版權方竟然是瑞士 就是那個對著賽文都能喊出 謝謝你泰羅的版權方 當然 本期視頻並不是討論瑞士的版權問題 主角依然是這台遊戲機 那問題來了 這款驚瑞士把光的奧特曼遊戲掌機 不是 超人遊戲機 甚至可以叫它為 鹹蛋超人遊戲機 它的質量到底又如何呢 是拿著奧特曼的IP 亂做遊戲 還是一波鹹魚翻身做主人呢 別急 先進一波片頭 那麼這款遊戲機一共是有四種的 我在網絡上能找到的圖片也就只有泰羅 以及我手中的這台初代 它們之間的區別就是玩家所控制的角色 遊戲機的主要玩法就是這一個對戰模式 戰鬥場景還挺會挑的 你們猜猜分別是什麼 給你們三秒鐘時間猜一下好吧 是不是以為是特色距離不同的地區 是七個不同的國家 但你別說 不同的國家之間確實有當地的畫風 例如 我直接戴有色眼镜了 直接满分 选择光卡之后 按下B间就会显示出怪兽所在的位置 玩法是采用回合制的 玩家能操控的指令有四种 第一种是普通攻击 第二种就是使用武器来攻击 当然啦 这个武器的伤害是比普通攻击厉害的多 不过呢 他要买 越强烈的武器卖的点数也越贵 不过问题不大好吧 我们还有第三种攻击方式 能量提升 也就是给角色加buff 不过呢 他又要买 为什么要说又啊 第四种则是召唤圣兽 圣兽是通过打败每个场景最后的boss进行驯化而来的 因此在第一个场景的时候是还没有开启的 总的来说嘛 就是你第一个光卡就只有普通攻击 对了哈 刚才忘记说了 每光的怪兽达到了5到6只 所以一共是有整整的37只经典怪兽 虽然很不想承认啊 但这次瑞士把关了这台游戏掌机 的确是没有自己原创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特色剧里出现过的 想要拿到全道具的话 单靠主线模式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游戏内还加入了三款小游戏要玩家正点数 这里我就稍微讲一下玩法吧 首先是避陨石 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版的跑酷游戏 反正就是控制移动箭来躲避陨石嘛 第二个小游戏就是飞向地球 说白了就是青蛙过河 第一排是地球 第二排是其他行星 这个则是奥特曼了 抓住机会一飞而上 避开其他行星从而飞向地球 这样就算成功了 第三个就是最简单的了 也是最方便的小游戏 控制方向操作奥特曼就好了 天上会直接掉下点数 也没有什么失败条件啊 不管怎样都是赢的 就看你是吃多还是吃少而已 那这三个小游戏获得点数之后又能干嘛呢 是用来买武器或者是买能量时的 好的 总的来说这款游戏机就这么看下来 对于一款黑白像素游戏机来说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满分五分你们可以给到几分呢 其实我是感觉这款游戏机是挺不错的 因为一般这种游戏机基本上都是宠物机 很少看到这种冒险机 而且它还是一台奥特曼游戏机 本体游戏的上上下下都很还原 虽然通关之后就没啥可玩性了 但是没有关机 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御用手电筒了 OK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这期视频还有什么遗漏的 或者讲错了地方 欢迎在评论区上进行补充哦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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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牛